你 休息一会儿吧 给 什么表情 吃不吃 不吃拿的 什么 奇怪 本来以为你只是理论学的听证 您要到上述调节还挺有一套 怎么 羡慕我按原谅丰富 是啊 所有的律师要都像你这样 案子肯定能解不成 但是这个律师费可要直线下降 你不是最喜欢钱的吗 人家法治史课上怎么交呢 你阿富裕者定分指证 明示纠纷 对吧 那不是法律的艺术 那也是调解的艺术 调解嘛 你就不能为了丰厚的律师费 到时候给人家多加一重麻烦 有的时候啊 诉讼真的不是唯一的选择 甚至不是最好的选择 道理是不假 但这种话从你这个财迷嘴里面说出来 稀奇 稀奇 你 你为什么学法 抓修 上学那时候我爸妈因为我要报治员 所以吵得不可开交 我妈呢 希望我能像她一样当一个医生 我爸呢 希望我像她一样当一个法官 最后吵来吵去 实在哪儿不定主意 只能抓修 只能抓修 之后我选择法律 所以 我想当法官这件事情呢 也不是说说而已 其实是早就已经决定了 所以陆寻做法官是紫长副业 那后来到底是什么改变她 让她成了律师啊 那你呢 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啦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